6点21分 国际最新消息要来看 伊朗有一名女西洋旗选手 在国际赛事声援国内的反政府示威 她是来自伊朗的西洋旗女子选手哈德 在世界锦标赛当中 罕见没有带头金 而这个举动显然是违反伊朗法律的 疑似就是要对伊朗政府承诺抗争 她也是第三位在国际比赛当中 没有带头金的女性选手 而现在外界也开始担心哈德的人身安全 因为据统计人权组织表示 头金革命示威100多天以来 至少有100多名伊朗人可能会被判处死刑 不过至今示威还是不断 法书社就报道 伊朗政府透过处决散播恐惧的策略 显然是失败的 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